假借贷 真劫财 去年12月底 来自北部的陈姓男子和另外两名友人 开车到台南放款 和借款人蓝姓男子破灭 结果对方找来另外5个人 趁机洗劫财物 害怕他们囚禁在汽车旅馆 并且向家属要求50万元的赎金 原警来到店门口 看见山川黑色上衣的业性嫌犯 立刻冲上前将他抓住 只见他还想挣扎 其他原警一涌而上 不到两三下 就被压制在地 还有这名穿着白色外套的蓝姓嫌犯 自知南逃法网 坐在椅子上等警方搜证 原来他们假借借贷名义 囚禁放款人 向家属要求50万元赎金 接获成名家属报案 称其儿子遭卢走 并要求支付赎金 侦办期间夜嫌等6人 不断更换囚禁地点 当时家属先给了20万元 没想到嫌犯还不放人 事发在去年12月底 陈姓男子和另外两名朋友 从北部开车到台南放款 和借贷人蓝姓嫌犯见面后 竟被他和他的同伙 一共6人控制自由行动 将身上财物洗劫一空 为了躲避查契 换了三次囚禁地点 陈姓男子朋友中途逃脱 警方依照指示前往安定区 汽车旅馆救人 当场逮到负责看守的蓝姓嫌犯 全案于警巡后 先依强盗 辱人罗俗 及妨害自由等罪 将夜嫌等5人 移请地监署证办 远警在现场 查扣瓦斯枪 手铐和赃款20万元 假借贷征诈财 追查其他成员 一共9人被逮 其中5人积押禁见 不法集团 因此瓦解 最后我们一起谈到报道